大家好,我们是明明与闽妈 今天要说的故事叫奔流之河 一条河流重生的真实故事 文图林契利,翻译谢维林 推荐徐人修荒野保护协会创会理事长 奔流之河,一条河流重生的真实故事 献给玛丽恩、史达特与纳舒厄河流域协会 很久以前,有一条河在高耸的森林里头奔流 熊、迷鹿、鹿群、老鹰和猫头鹰 全都以宁静祥和的河谷为家 长途迁徙的燕群在河畔稍作休息 清澈的河水里有河梨、乌龟和成群的鱼游来游去 有一天,一群原住民为了寻找居住地 前往河谷 当他们站在今日称为瓦珠塞山的山顶往下看时 发现了谷底有一条河 在阳光照耀下,荧光闪闪 他们走下山,跪在河边用清凉的水解渴 河底的软石清晰可见 我们就在这河边定居吧 原住民酋长说 他把这一条河取名为 纳许尔维 意思是以软石为底的河 威瓦酱长带领族人在纳许尔旁盖起村庄 他们把河畔的香圃收集起来建造房屋 放火烧掉林里的草 草丛 然后在空地上种植玉米和南瓜 他们还制作了打猎用的剑 以及渡河用的独木舟 当印第安人在森林里打猎 或到河里抓鲑鱼时 只猎取自己够用的数量 并祈求森林里所有被猎杀的生物 原谅他们 印第安人看见了生命与季节的节奏 河流、土地和森林 供应了他们的一切需要 印第安人在这条干净、清澈、流水潺潺的河边 住了好几世代 直到有一天 一位白皮肤的商人 载着满船的宝物来到这里 他带来发亮的金属刀子 彩色串珠 料理锅、镜子、工具和鲜艳的布皮 所有东西都很新奇 印第安人欢迎他 并与他交换毛皮 很快地成立了贸易战 往后的许多年里 殖民者的村落开始拓展 纳许尔威变成了纳舒尔 他们合力砍伐森林 因为森林被视为必须征服的危险荒野 再把林地清理一番 他们猎杀狼与和狸的数量远超过生活所需 多余的毛皮被运往英国 换取货物与金钱 殖民者沿河新建的纳舒尔和供应水利的巨木场 并煮水坝储存用水 他们砍伐高耸挺拔的森林 让树干顺水漂流 这些原木最后被裁切 变成盖房子的木材 殖民者用围离围起自己的牧场 离地种植作物 他们宣称拥有这些土地 不准印第安人擅自进入 印第安人的打猎区 在殖民者砍伐森林后消失了 捕鱼泉也因为殖民者宣称河流属于他们 而化为乌有 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 受到打扰 他们开始对抗殖民者 这场战争持续了好多年 但是 印第安人的弓箭 根本不是枪炮 火药的对手 所以 就在殖民者的步枪逼迫下 印第安人离开了这片土地 在抗争的一百年间 纳苏二河还是健康的河流 虽然有些部分被模仿及聚牧场拦阻 但仍可自由奔流 射属 鱼和乌龟可在河里游来游去 鹿群会来河边饮水 猫头鹰 浣熊和河狸也会来这里觅食 新的事迹刚开始时 纳苏二河岸与水域出现一波工业革命 许多新机器都在这个时候问世 有专门纺织 有专门纺毛线 棉线的机器 也有专门把线织成布的机器 有可以把木材打成纸浆的机器 也有把纸浆制成纸的机器 废弃不用的纸浆 染料和纤维 则被倒入纳苏二河 让流水把废料冲走 那是一段高潮迭起的时期 一段进步与发明的时期 纳苏二河沿岸的工厂 用新材料制造了许多新东西 电话收音机和其他物品 都是用塑胶制成的 于是化学与塑胶废料被倒进河里 不久 纳苏二河的鱼群和野生动物 就因河水遭到污染而生病了 纸场继续污染 纳苏二河 数十年来 每天都有纸浆倒入河里 在纸浆的阻塞下 河水越流越慢 随着纸浆的分解 河水也冒出恶臭 河畔的居民因为闻到 振振的刺鼻味而不敢靠近 每天当职场把纸染成红 绿 蓝 或黄色时 苏纳二河就会和纸一样 染上这些颜色 没多久 河里就再也看不到活鱼 也看不到红鸟在这里歇息 更看不到软石在浑浊的河里发亮 纳苏二河变得又黑又脏 纳苏二河正慢慢走向死亡 有一天晚上 人住在纳苏二河旁的 威瓦酋长后衣 欧威娜 做了个梦 梦境鲜明 令他难以置信 在梦里 威瓦酋长的灵魂回到了河边 看到河流变成如今的模样 停滞而无生命 威瓦酋长为纳徐尔薇哀悼 当她的眼泪掉入肮脏的河里时 河水立刻变干净了 而且又像以前一样 可以自由流动 隔天早晨 欧威娜把梦里的事 告诉她的朋友玛丽恩 当她把梦境叙述给她听时 她说 我也做了同样的梦 威瓦酋长把这条河取名为 以卵石为底的河 但是 如今却看不见卵石在纳苏二河里发亮 于是他们两人决定要采取行动 马丽恩造访纳苏二河沿岸的各个城镇 向人们述说这条河的历史 以及拯救她的愿景 我们所拥有的不再是一条河 而是一条呛鼻的臭水沟 但它并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 大家听了之后 开始想象着河流闪闪发亮 到处适于 清净的河水 可以看到河底的软石的情景 他们签下请愿书 并发出信函 向政治人物抗议 并承受一瓶瓶的脏水 他们说服职场新建污水处理厂 并让工厂同意 不再轻到废料 最后 政府通过新的法律 而工厂也停止对环境的污染 渐渐的 纳苏二河的水流 开始自我进化了 染料和纤维 也在一年一年 河水的带动下流进大海 玛丽恩和欧威娜 感谢所有帮助进化 纳苏二河的人们 穿越小溪 城市和乡镇 纳苏二河再度恢复 自由流动的景象 再也没有只将造成河流阻塞 也不再有化学废料造成污染 现在我们又可以沿着河岸散步 也可以在香气浓郁的河面划船 或收起船桨 随着河水往下漂流 这条河 再度在高耸的森林 绿印里奔流 红尾狂和横斑林霄 回到这里居住 长途迁径的燕群 再度回到河岸休息 陆群也前来饮用河水 同样的 人们也在河边定居 阮石从清净的河底 透出光亮 纳苏二河 再度成为人们口中所说的 以阮石为底的河 故事说完了